国少,然后准备大概什么时候完工,然后开放给民众来通行 那我想是不是请,新工处是主办机关嘛 那是不是请新工处这边来做个说明,好不好 里长,各位乡亲大家好 那有关这条道路,我们现在就是在现场都有发一张书面的说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大致上它开辟的范围就是从我们福德街84项 我们林口街山八项口,直线穿越广池这个园区 到大道路口,大道路里边 那整个长度大概约是240公尺 那道路的宽度是11公尺 那我们的书面说明背面就是有一个道路的断面图 它是横端面图 那大致上的配置就是我们是按照焦工处给我们的一个路行规划 在道路的两侧都有2米宽的人行道 那道路是6米,那是双向单车道 那在人行道的下方,我们会施做阑沟,阑线管路 就是以后一些类似落电系统都可以去走这个管沟 那加上我们的排水系统,还有照明系统等等这样子 那目前这个工程规划的供期大约是在135个日一天 那现在还没有完成发包的程序 那实际上完工的时间就是要看开工的时间再去加135个日一天 那目前我们现在是预定是在月底的时候会办理第一次的开标 那如果没有顺利决标的话 可能就是还会在延后一些时间才会再开工 那大致上的话 它的时间点应该是在9月底到10月中左右 那完工的时候,因为大部分施工的时间 施工的区域是在广石的园区里面 基本上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园区里面 所以在施工的过程中的话 就是可能就是噪音方面可能难免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 那如果就施工安全来看的话 只要那两侧的围墙不要打通的话 基本上对居民在施工体验影响是很小的啦 那只会到最后阶段 整个要完工前 那才会把那个围墙打开 那才会做一个接通的动作 那这样子等于是对大家的影响是在最小的 因为大部分施工的时间 都是在这个园区里面 那那个围墙是最后的阶段才会去做一个处理这样子 那这是我以上的说明 那之后如果各位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再主意来答复 谢谢